欢迎收看3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莲太平洋公园北冰段和南冰段 是许多乡亲慢跑散步遛狗遛小孩又能看海的地方 为了了解太平洋新建成人体建设施设备 周边步道整修改善工程规划 县长徐正伟日前在建设处长邓紫瑜的陪同下前往视察 针对整体景观的营造提出优化意见 花莲太平洋公园北冰段和南冰段 是许多乡亲慢跑散步遛狗遛小孩又能看海的地方 日前县长徐正伟在建设处长邓紫瑜等人陪同下前往视察 了解太平洋新建成人体建设施设备 周边步道整修改善工程规划 对于整体景观营造提出优化意见 北冰段除了现有的排除场 儿童3D公园 喷水池等设施 目前已开始建制极限运动场造型薄膜顶棚棚 南冰段则将在现有共荣公园的基础上 打造成更加全民化的建设场所 特别是在高台地区的规划 设置成人体建区并改善无障碍桥梁 工程将分为四个重点区域 首先太平洋公园共荣游具区 检视现有设施维护状况 同步了解周遭新设体建设施 及共荣游具的规划设计及位置 观音步道及鹦鹉罗步道区 将优化现有木栈道 边震设护栏和明石子地平 大门口入口处除了既有构造物 配合设计局部打厨挖厨 还将新设花台及木栏杆维护 再办全面完善太平洋公园 接着蒋邦彦华远师报导